传统教学法中,往往建议成人学生先分手练 在合手练,因为传统教学中 通常入门时期直接进入汤普森 拜二的快速翻页学习 这些书籍对合手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有 由于成人学习进展较快 如果直接合手,学生通常难以谈出一个作业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要求先分手在合手是比较合理的教学方式 而在现如今科学有趣的教学体系中 我们不一定要按照传统教学的流程走 反而可以先设计好一些简易的合手曲目 去训练学生和手弹奏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合手弹奏的训练是循序渐进的 如果你觉得双手和起来特别难 本质上是没有经历过从一到难的过程 缺乏一个基础的系统性的铺垫 自然难以消化压苗助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要提高合奏能力 就要从几种基础的双手合奏类型来入门 这里列出了入门各类型的合手弹奏训练 帮助合奏困难的人做一个基础补全工作 第一集,双手交替弹奏 第二集,双手弹相同音相反音的合奏 相同音相反音 第三集,左手简单音的双手合奏 第四集,双手同音层结构同方向的合奏 第五集,阶段性综合练习 练习自此,你基本获得了双手合奏的入门知识了 可以大胆地去练一下普通难度的曲子了 试着用你在简单曲目中找到的合手感觉 摆脱之前两只手一个音一个音对上的弹奏方法 接下来是一系列进阶的合手类型 第六集,原舞曲是伴奏的双手合奏 第七集,分解和弦伴奏的双手合奏 第八集,阿尔贝蒂丁的双手合奏 第九集,各种分解和弦伴奏的变体 151,大部分流行曲谱的简易伴奏 15123,15135等大部分流行曲谱的简易伴奏 克莱德曼式伴奏 其他变体,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双手合奏的训练方法和建议 感谢大家点赞并且关注琴拿手频道 要想学习更多钢琴知识 可以加入琴拿手YouTube会员 谢谢大家